以利益雄造成了产业冲击 不只是劳方批评企业钻漏洞 自方也抱怨了 因为人事成本增加 不敢找员工加班 也间接使劳工没有加班费 对此行政院长林全和中小企业 以及工总理事长徐胜雄 一起出席领袖论坛 被问到如何看待政院的捞基法心智 徐胜雄批评说 蔡政府先前说好的谈性公识 怎么如今政院却仿佛好像没这回事 也让徐胜雄直批 如今的加班上限46小时 对到自爱说都是双输的局面 你用一套衣服 要让不同性别的人 不同高矮的人 不同胖瘦的人 去全部去试用 我想这是现在我们面临 最困难最尴尬的问题 工总理事长许盛雄 语重心肠喊话 拜托政院替争议四起的 一例一休找条出路 尤其先前蔡政府承诺会定谈性公识 如今政院又撇清让资方无所适从 46小时其实对企业跟罗工朋友都是双输 我们只要把46分54 增加了8小时 其实让愿意加班的同仁 他可以加班他可以赚钱 不愿意加班同仁 他还是可以不加班 那么企业又能够弹性出货 中小企业直言 劳基法新制不只造成排班困难 所有人都绑手绑脚 长时间下来对台湾产业升级转型 恐怕会出大问题 更别说竞争力 劳基法修法毕竟还是要考量到 劳工的权益 所以如果说是企业界认为 这样一个弹性公司是对劳工也是好的 是双赢的话呢 那我们也要听到劳工的声音才是 说要听劳工声音 但劳团抗议却不太回应 劳基法新制没有完善配套就仓促上路 如今劳方资方都抱怨连连 这把火要是不快灭 只怕未来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感难以挽回 欢迎新闻江显东 零一零台北采访报道